长沙 害得甲医 中日以泪洗面 枯死在那里 所以做能成是要有条件的 而曹操所处的那个时代呢 不具备这个条件 曹操出世的时候 还不能算是乱世 但已经是乱世的前夜 曹操出世 是在汉陵帝时期 而陵帝和桓帝 和他的叔叔桓帝 这两朝是政治黑暗腐败的代名词 而一提起最坏的时代 桓林两朝 所以朱可亮最后的出示表不是说吗 未尝不叹息痛恨 与桓林也 那么林帝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的兴趣在哪里的 他的兴趣不在国家大使 在文学艺术 据说林帝的词付是写得很好的 对建筑艺术也有研究 他当时在宫殿里研究什么呢 研究自来水和排水系统 在宫殿里设计了一整套 上下水系统 非常之好 成功以后呢 林帝又下命令说 要让老百姓都喝上自来水 如是在精神里面大动土木 这个你是皇帝啊 你要管 管的是天下的兴亡 不是上下水 那么朝政交给谁呢 两拨人 外戚 罐罐 而且这个林帝 他因为要做这么多事情 他要有钱 钱从哪里来呢 林帝朝是 卖官的 而且林马实价公开招标 价钱呢 大概是级别一弹 是一万 比方说你要买一个 四百弹的复线级的官座 四百万 你要买个两千弹的正部级的瓜座 两千万 如果你想位列三公 就是太位 司徒 司空 再加一千万 林马实价 这是公开买卖 如果是朝廷的正式任命呢 也要交钱 也要交钱 不过 可以只交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 可以奖价 当时有一个叫司马直的人 被任命为巨鹿太守 伟人状一到 朝廷就伸手 拿钱 司马直说 我哪有钱呢 我是个清官 朝廷说 直到你生活困难 减免三百万 就交 司马直说 我实在交不起 这个官我不做了 行不行 朝廷说 那不行 你不能辞官了 司马直没有办法 只好在上任的路上自杀 临终前写下一份遗书 痛斥朝廷卖官 实在是祸国殃民 是亡国的象征 但是司马直 我们现在看的是白死了 因为司马直死了以后 朝廷卖官 变本加厉 就像曹操的父亲 曹宗 官居太尉 就是花钱买的 太尉是三公 地位崇高 所以很多人的都想去 过一把三公的瘾 其中就包括一个叫崔烈的 崔烈的也是个清官 那这个家庭的素有亲民 靠着自己的工作努力 当了郡守 当了九亲 但是他总觉得我们崔家 该出个三公 皇帝的一个保姆姓陈 陆成的陈 陈夫人跑来跟崔烈说 我可以搞到内部优惠价 崔烈说 那优惠价是多少 五折 崔烈想 这五折还是何算 就交了五折的钱 交了以后 果然皇帝就开会 正式宣布任命崔烈 为师徒 话说完了以后 这个皇帝你看昏到什么程度 他又说 哎呀 你这才交了一半的钱 这回帝国做了一次赔本的买卖 他这本话音当刚落 那陈夫人不干了 陈夫人马上跳出来说 崔大人是个好官 他的官怎么是花钱买的呢 是我帮他弄来的嘛 这公轻哗然 所以你这个崔烈靠个女人弄个官 你还不如花钱买呢 你 更没面子 在这种情况下呢 曹操把当时的官场和朝廷都看透 他不再提意见 他觉得在这段时候呢 自己应该好好地学习 提高自己的修养 为将来能够为国家尽忠尽力的时候 做一个准备 等到曹操再次出山的时候 政局 已经混乱不堪了 公元189年 汉宁帝驾崩 留下两个儿子 14岁的刘便 和9岁的刘邪 再加上刘便的母亲 和皇后 孤儿寡母 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以大将军何敬为首的四人集团 与宦官集团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和宫廷政变 两败俱伤 最后政权落到了西北军阀 董卓的手 董卓这一伙人 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 简直就不是人 董卓是虎 吕布是狼 他们的首相是野狗 董卓进京以后 干了什么呢 费力皇帝 他首先把在任的皇帝 就是那个14岁的刘便 把他废掉 立那个9岁的陈流王刘邪 为皇帝 这是他一件事 第二呢 慧乱后宫 把先帝留下的女人 他全部收编了 第三呢 就是屠杀百官 据说当时董卓最大的兴趣 就是大宴宾客 把朝中的文物百官都请来喝酒 他自己呢 公然的当做百官的面 搂着先帝留下的女人 寻欢作乐 然后随机的 从赋宴的大臣当中 挑一个出去 打死 或者是把反对他的人 被他抓来的那些反对他的人 当场拖过来 挖眼睛 砍手 削鼻子 扔在这个 汤锅里煮 听他们惨叫 这些人 越是惨叫 他的食欲和信誉 就越旺盛 这些人 都不想和你 帮助你 我 都不想和你 都不想和你 我